世界脈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Kao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键 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对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 自上次我做了一集有关去澳洲 申请工作签证等等的 很多人留言给我说 你为什么不聊聊有关186签证呢 我想了一下也是 好像我一直都没有讲这一块部分 Anyway我们今天来聊聊186 那什么是186签证呢 基本上它是雇主担保签证类别 那当然一般来说我们建议 我们的简缩叫ENS 那也就是雇主担保的PR的流程 那很多人问说 那康为什么你之前一直不跟我们讲这个 雇主担保可以变PR 没错 但是呢我们要了解 一个雇主呢他直接担保你 然后你就变PR的话 那你不就飞了吗 雇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雇主当然希望他担保 他希望你帮他工作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一定是TSS482签证 然后至少三年 那当然啦 有特别的情况下 有些人是非常好的工作 雇主也不怕你跑 然后呢你也不可能跑 因为工作非常棒 薪资非常丰厚 那像这种的呢 走186呢就有机会了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法规吧 我们今天来完全的解析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搜寻 google.ens employment nomination scheme 或者是186 visa等等的 就会基本上可以跑到这一页来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要探讨的呢 是direct entry 就直接取得PR 哇真棒耶 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可以啊 但是你要雇主同意啊 雇主不同意 你想太多也没有用 中间这个labor agreement 就是大家常说的DAMA 我今天不谈这个部分 因为DAMA的雇主相对是比较少 那当然要了解DAMA的部分呢 也可以到我们之前的视频去了解一下 那其实也是一样 到DAMA的雇主旗下工作 然后三年后转PR 又是这个部分了 那另外一部分要探讨就是 Temporary Residence Transition Stream 应该是比较常会用到的 也就是说你原本 申请的工作签 顾主担保你TSS Visa 482 然后工作满三年 你可以转成PR 那当然啦 这些都是 听起来都非常好 但唯一 顾主担保唯一的缺点就是呢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权 都在顾主的手中 他要你还不要你 你要好好听他的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 Temporary Residence Transition Stream 就是TRT Stream TRT Stream呢 我们第一个先来看的 我们上面 我这边先把它打开来 大家有看到吗 在这边这上面 我现在是选雇主的部分 所以Sponsor要求要什么东西 Sponsor要求第一呢 他是他没有违法 然后呢 他还继续的在运营 OK 然后当然他要付所谓的Skilling Australian Fund 这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讲过 Skilling Australian Fund 就是雇主提名的时候 要因你要提名几年 然后付一笔费用给移民局 一般来说都是几千块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雇主 在这几年呢 都没这么做 因为他们觉得 我除了付你的薪资以外 还要帮你付这些钱 受不了 Anyway 他们还是要付啦 那不付怎么可能呢 还是得付 然后呢他要跟你再签另外一个合约 是你继续要再工作两年以上 OK至少两年 低于两年 这个签证不会批 这也是很奇怪 因为一般的工作岗位的这个合约 通常都是半年一年签啦 没有人签两年的 但是因应移民局的要求 必须得签两年 低于两年对不起 没有办法拿批啊 OK 所以这个要跟你的雇主讲清楚 当然他们如果没有法律上面的这些了解 建议他们跟专业的移民的律师和仲介 或consultant有联系 Have a skilled position 这个也是跟之前讲的一模一样啦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餐厅能担保什么人 不能担保会计 不能担保IT人员 IT公司可以担保工程师吗 可以IT工程师 但是可以担保土木工程师吗 那当然不行啦 对不对 那如果是建筑公司 可以担保厨师吗 那当然不行啦 所以要有个genuine position 什么样的行业担保什么样的职业 好 那这个我觉得也不用讲的太 因为你如果已经在这个TRT Temporary Resident Transition 的部分 你原本就已经在里面工作 那当然这个部分 不会有问题啦 好那这边又再讲一次 哦记得哦 你要付这个Strend Skill Fund Lev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到底是多少钱 我把它按出来一下 那很好玩 澳洲政府的每一次第一个法规出来 都是叫人家要先付费啦 OK Be the Applicant Current Sponsor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你在你的雇主旗下 已经工作三年 你接下来要担保你TRT的 1861TRT的人 也是你现在的雇主 不能是另外一个雇主 OK 是不能的哦 所以你一定是在他旗下 已经有四年的签证里面工作满三年 OK 然后才能转换过去 那当然啦 有些人中间会换来换去等等 如果换了一个雇主 那怎么办 对不起那重新算三年 如果要走TRT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 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这个Strend Fund 这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费用的部分 应该是几千块要付掉啦 那当然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 就不往这方向去探讨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 Toggle回来变成 申请人的部分 申请人部分需要怎么样呢 第一呢 你要有Required SKILL 那当然你已经在那边工作三年的话 TIT的话 你肯定已经在你现有的雇主那边工作三年 你肯定有那个SKILL 所以这个不用再去想太多 但是他们还是说 他们还是有可能会 Check the SKILL Assessment 还是一样哈 只要是技术领域或工作签证 SKILL Assessment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的职业是需要一些Registration 比如说护士 那你还是要Registration 你的Registration如果被Cancel掉了 怎么办 那那就很大麻烦了 那当然你可能在工作的岗位上面 有犯了很大的错误哈 那当然后面就没有办法申请了哈 Have Relevant Experience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四年当中要工作满三年才能转哈 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在这里啦 那Be nominated by an employer who sponsors your temporary work visa 那一样啦 他在重复一个东西就是 你提名你转换成PR的雇主 必须得跟之前你已经聘你的雇主是一模一样 这边有讲到一个事情说 如果呢生意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换手 我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餐厅的老板 餐厅卖给了另外一个老板 但餐厅还是一模一样的话 还是在那个地方的话 这样子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在这三年四年当中 你帮A老板工作完了以后 你又换到了B老板 然后你整个地方换掉 去另外一个地方 区域都换了 整个都是另外一个餐厅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不能一起算那三年了 你要重新算 而且你要重新申请你的482的提名 OK 这个就是他的差异啦 那当然这边又说Ellegible Business 又重复的 这要合法的啊 那有交税的啊 等等等等等等 那你的年龄呢 必须要在45岁以下 我相信这个在接下来的政策的改变上面 有可能会放宽一点 那现在就是很麻烦啊 你要转PR的人 如果这个人44岁的时候才被担保 然后呢他三年后肯定就47 超过45 他不能拿PR 这是不是有点not fair 但anyway如果政策有改变 我们频道一定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 好 雅思英文一定要6分 如果没有4个6 你根本没有办法转PR 所以大家会记得吗 TSS签证的雅思 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到4个6 但是我们通常建议 你在入境的时候TSS就4个6了 不然你在工作那么忙碌的时候 还要再去考雅思 如果没考到了 你永远没有办法转PR 难道你来澳洲工作那么多年 不想转PR吗 所以前面你都把它准备好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 好 那我们来 summarize 一下这TRT TRT基本上就是 你已经在工作签证 TSS名下三年后 同个雇主继续要续你的工作 然后给你一个2年的合约 加上雅思4个6 基本上就可以转成PR了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刚刚讲的Direct Entry Direct Entry呢 也就是大家很常说 就直接就这边PR 你不需要工作三年 但他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我这边还是把它 开到Sponsor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Sponsor 你会发现少很多东西 只有两样耶 OK 看起来很简单啊 那为什么雇主不这样做呢 当然啦 当然如果雇主希望能够简单也是好啊 但是简单 他带来的代价是 他直接给雇员聘的人呢 直接变PR 他如果拿PR就走了怎么办 所以这还是一样 这是鸡跟蛋的关系 到底哪是鸡生蛋呢还是单身鸡呢 其实 Anyway 对 劳资双方都有不同的角度 想法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是在做雇主担保部分的最麻烦的地方 好 第一呢 又是一样的 Elegible Business 那这个我们可能都不用开都知道 反正就是Lawful Active Operations 什么 然后没有违法什么等等 然后Pay Skilling Australian Fund 所以这个就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就不再重复了 Half Skilled Position也是一样 就是餐厅聘厨师 No Problem OK 拼餐厅经理No Problem 会计楼 拼IT可不可以 不行 OK 除非会计楼非常大 四大 那No Problem 但是如果是小会计楼的话 你要拼IT那就不行 OK 那如果那个 建筑 建筑师的这个公司 建筑公司 拼厨师可以吗 但不行啊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Skilled Position 是Relevant的 好那我们这边把它跳成 申请人的部分 申请人的部分呢 看来呢 也是不是那么的复杂 OK 那我们在这边呢 这边提一下 我们会发现 TSS签证跟186 有一个部分不一样 就是TSS部分 如果回去看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他们会要求做所谓的 Labor Market Testing 要求雇主一定要打广告 对不对 欸 有没有发现186都不需要啊 那不是申请186比较好吗 对 没错 但是186呢 它的环节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186的申请是完全不需要打广告 第一 为什么 因为原本那个雇主 那个雇员 如果是TRT走的 他已经帮你工作三年了 你还打什么广告 没有意义 第二呢 如果是走Direct Entry 那代表 这个雇主跟雇员 他们有一个了解 就是说 雇主不怕雇员跑走 雇员也希望待在雇主这边 因为他的性质可能比较丰厚 他不是一般的工作 所以他会愿意留下来嘛 所以不需要打广告 那这边如果走Direct Entry的部分呢 要求什么呢 还是一样 Have Eligible Occupation 我们刚刚提过的 Relevant Experience OK 重点来 如果你是境外 你没有在这个雇主之下工作过的 你必须要第一呢 你一定一定 一定 这边就一定了 一定要直接鉴定 我觉得这个应该放到第一位啦 Anyway 他把它放在这里 你一定要有直接鉴定 然后你在你的职业里面 一定要有 已经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你才能走Direct Entry 如果你今天是刚毕业的人 可以Direct Entry 不可能 你没有工作经验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今天也是毕业 回到了香港台湾 然后去美国那里工作 然后三五年五六年 然后职业鉴定都过关了 这时候你找到了一个雇主 他愿意给你186的 你可以直接拿到PR 那当然同时啊 如果你的职业是需要license 比如说Nurse的话 当然是必须要的 那你必须要被提名 然后45岁以下 然后雅思呢 必须要Competent English OK 好 那我们今天再回来到最前面 我们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的讲解 基本上186最大宗的两种 一个是TRT Temporary Resident Transition Stream 另外一个是Direct Entry Stream 两个什么差别 TRT呢 是你在你原本的雇主 在这个TSS482的工作签证下 工作满三年 你可以做TRT转成PR Direct Entry 你没有在这个雇主这边 已经在那边工作 你可能是境外等等 或者是你在境内 转来转去也可以 比如说你原本是TR TSS 帮这个雇主工作完 但是呢 你已经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你在做职业鉴定过关了 另外一个雇主想要聘你 你也可以从这边 转过去做Direct Entry的186 OK Direct Entry需要什么 雅思4个6 职业鉴定 然后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只要走186的人呢 都不需要有 的雇主都不需要做 Labor Marketing 不需要有广告的要求 Anyway 今天这个视频 跟大家完全的解析 Subclass 186 Employment Nomination Scheme E&S 的Visa的细节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